女人偷吃后,这三处最怕被触摸,你别不信 1. 脖颈 女人在外面有情人,偷吃的时候情到深处 不知不觉自然会在脖颈上留下一些痕迹 等到女人要回家的时候,发现自己脖颈上有痕迹 特别担心被自己的丈夫发现 这时候她们会选择披闪的头发 或者是选择化妆来掩盖这个痕迹 回到家里,她是不会让自己的丈夫触碰自己的脖颈的 因为担心露出马脚,到时候不好解释 2. 手机上的聊天消息 女人一旦在外面偷吃,和情人联系肯定是紧密的 这时候女人的手机里多多少少会有和情人的聊天信息 她们是不会让自己的丈夫触碰自己的手机的 一方面,她要时刻和自己的情人聊天 防止她发来的消息被你看到 另一方面,她们害怕你发现端倪,害怕自己的婚外情暴露 3. 眼睛里的心虚 女人在偷吃之后,回到家里 面对丈夫的问话,她们早已想好了回应的话 表面上回答得很正经 可是毕竟是在外面有了情人,背叛了婚姻 撒谎的时候,心里肯定是虚的 所以眼神是欺骗不了人的 她们不会让丈夫看到自己眼里的心虚 担心自己的婚外情被暴露了 女人一旦在外有了婚外情 偷吃回家之后,就会有各种的担心 这三个地方最怕被男人触碰 因为一不小心就会暴露她们在外有了情人的事实 可是女人既然害怕离婚,就不该背叛婚姻 谢谢大家